都拉成语故事 胸有成竹 北宋画家文童自语可 他画的竹子远近闻名 每天总有不少人登门求画 文童画竹的庙诀在哪里呢? 原来啊,文童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 种上各种各样的竹子 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风雨 他经常去竹林 观察竹子的生长变化情况 琢磨竹枝的长短粗细 叶子的形态,颜色 每当有新的感受 就回到书房,铺纸研墨 把心中的印象画在纸上 日积月累 竹子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 不同时辰的形象 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 只要凝神提笔 在画纸前一站 平日观察到的各种形态的竹子 立即浮现在眼前 所以,每次画竹 他都显得非常从容自信 画出的竹子 无不逼真传神 当人们夸奖他的画时 他总是谦虚地说 我只是把心中琢磨成熟的竹子 画下来罢了 有位青年想学画竹 得知诗人曹卜之 对文童的话很有研究 前往求教 曹卜之写了一首诗送给他 其中有两句 鱼可画竹 胸中有成竹 胸有成竹 比喻做事之前 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事情的成功 已经有了十分的把握 又比喻遇事不慌 十分沉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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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